大家平安 今天新眼光 我们来看到进度在马可德第9章38到50节 要请大家可以先好好阅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向你现场感恩 谢谢你让我们有福气 可以来领受你话语 愿你真理启示你光照我们 让我们更深的可慕你 明白你的心意 叫你的基睿赖心 向你现场祈求祷告 受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好我们就来听38到41节的部分 38节 约翰对耶稣说 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感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义能 反倒轻易毁谤我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好 在今天精段 我相信我们也有一定的熟悉度 但是我们可以再好好来思想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也是在传福音 但是方法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会怎么想怎么看 我们可能在看经文的时候 很快就会说 对耶稣说的对 门徒所说的不对 不正确 不适合神心的 但是如果那个情景换到我们身上 我们又是如何去想的呢 在侍奉里面 我们会不会计较要求 心底就很自然的期待 别人的方法一定要跟我一样 不能可能没办法这么快说不是 或者是不会 要不然为什么常常开会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意见 很强烈的在争论呢 在事奉上其实我们不需要 也没有必要去讨论人家是不是做法跟我们一样 照我们的习惯来做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 约翰很自然 他照他的人性 他在看 对我们是跟耶稣的 但是旁边有人不是跟我们的 所以他们就去禁止了 就是因为这样的狭隘的观念 所以其实造就在2000年这样子的教会历史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冲突耶 其实许许多的团体不是这样吗 在我们还没有机会分辨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们可能就开始想办法禁止 拿我们的条文规定来说 对他们不合法 他们不是真理 我们就伸出指责的手耶 甚至在教会当中 有新来的人 怎么样都走不进来 因为他们不是照我们的方式 跟着我们的路线来走耶 但是41节又说提醒到什么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做眼光跟我们眼光差 太远了 太远太远 神他看见他也知道 他会去分辨 他知道人所做的是什么 神是公义的 上帝的眼光在看 但仿佛不是在看说 人做的多做的少 做的大或者是小 而是当我们如果是属基督的 其实我们就有份于属天的赏赐 不是吗 要接受跟我们不一样的 其实很困难 我们人的天性就是 我们统治性高的 我们有相同兴趣 我们就是聚在一起 那个不一样 他是另外一群的 我就花少点时间跟他在一起 但是我们需要看的是真理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来到主这边 不是把人拉到我这边来 而是我们要一起去主那边 这是我们一起需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主上帝 我们向你心上感恩 谢谢你透过圣经话语再次提醒教导我们 主要是的帮助我们也看见你的心意 明白真理是什么 不是看见别人的方法路线 做法与我们不同 我们就排挤他们 禁止他们 而是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 就愿我们有宽广的眼见 持守真理 能够一起来奔跑天路 向你心上祈求祷告 是奉着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